第256节 方法 袁玉叶甩袖而去,把素来宽容的大夫人彻底惹恼了,顾山芝哭着试图说好话,大夫人铁青着脸,只说 你别管,先在我这里住下,我自然有话说 大伯母,相公他不管说了什么,明日我定叫他向您赔罪 顾山芝哭着道 今日我就不打扰大伯母了 大夫人冷眼看着他,顾山芝起声告辞,非要走 大夫人直得道 你也是嫁出去的女儿,除非他们家亏待了你,大伯母也不好贸然留你 既然你不听话,执意要走,将来吃亏了,莫要怨旁人 顾山芝道士,顾珀芝在一旁,着实忍受不了姐姐这脾气 上前拉了她的衣袖,怒道 四姐,你在家的时候还有几分性子 怎么到了原家,就被他们团孽得像个面人 今日,姐夫连大伯母都不放在眼里 若说不收拾她,她岂要把你放在眼里的时候 大夫人听了,颇为欣慰 老五顾珀芝的性格,是几个女孩子里最不懂事的 如今,她能说出这番话 说明这一年,大夫人对她的形势和观念都有了很大的影响 她已经成熟了几分 相公她对我好,我心里明白 顾珀芝道,你不懂,她也不是故意的 若不是大伯母说了什么让她难堪 她也不敢如此,我婆婆会教训她的 她对婆婆和相公都非常维护 闺女知道在娘家维护婆家 又在婆家替娘家争气,这是极好的 无奈顾珀芝实在是太轻重不分了 顾珀芝就气得狠狠甩开了顾珀芝的袖子 道,随你,你自作自受吧 过山芝抹了抹泪,又给大夫人行了礼 起身就要走 大夫人冷冷道 山姐儿,大伯母也不拦你 毕竟你也不是我肚子里出来的 我做不得你的主 只是你要记住这话 今日,大伯母是替你做主的 你自己回去了,就输了底气 将来有了委屈,你也得受着 顾珀芝点点头,转身就走了 她并不笨 六妹在宫里是什么地位 顾珀芝一清二楚 她知道原家不敢欺负她的 只要她愿意伏地坐享 丈夫和婆婆都会疼的 这一年多了,也证明了这一点 她总是用最和软的方式 达到自己所求的 婆婆像母亲一样 让顾珀芬外的贴心 她活了十几年 第一次有这种温馨 她不愿意为了大伯母 或者顾家的面子 失去这些实实在在的温暖 面子是做给旁人看的 温情却是真实可靠的 大夫人打算好好请原一夜 和顾珀芝吃饭的 结果两个人都走了 看着安静不语的顾珀芝 气鼓鼓的顾珀芝 不知发生了什么的朱仲军 大夫人终于露出了几分笑容 道 为了一桌子饭菜 全便宜了你们姊妹俩 咱们吃饭去吧 一听到吃饭 朱仲军就高兴起来 大夫人吩咐丫鬟和婆子们上菜 然后又去请二夫人 几个人挪布去花厅 去请二夫人的丫鬟很快就回来 说二夫人没什么胃口 不来用膳了 那咱们吃饭吧 大夫人笑着先举了筷子 顾紧之问 不等三嫂吗 三嫂吃饭都是她那边小厨房做的 饿了就吃 不用等一日三餐 大伯母怕得和孩子饿着了 顾破之帮忙答道 顾紧之点点头 今日的饭菜受不上精致 确实丰盛 玉笋鸭子 水晶虾饺 素绘三鲜丸 金菌野鸽汤 三鲜豆腐 清炒卤蒿 都是朱仲军喜欢吃的 她每一样都要了些 吃得非常开心 大夫人见得吃得开怀 也忍不住高兴 她亲自帮朱仲军补菜 不停地说 多吃些 好吃吗 朱仲军含混地点点头 说好吃 大夫人就哈哈笑 她对顾紧之和顾破之姊妹俩说 我最喜欢孩子会吃饭 你们小姊妹跟猫死的 一点点吃着 都多吃点 顾紧之已经饱了 却又不忍心大伯母扫兴 咬牙又喝了小半碗的 紫生野鸡汤 然后就感觉很油腻 心里不太舒服 朱仲军则是饭足菜宝 非常满意地打了个宝格 吃了饭 略微做了做 朱仲军就和顾紧之告辞回家 路上他问顾紧之 今天是怎么回事 你那位姐夫上次见着还文指彬彬的 豁有礼貌 怎么这一次如此傲慢呢 这一次怕踩了他的痛脚吧 顾紧之道 我倒也没有想到他会发脾气 水手走了 傻 朱仲军的 年轻人哪有资格发脾气 大夫人倒也不至于为了这点小事 就气急败坏 她是有点生气 却也不恼怒 这件事还没有完呢 有圆域叶来赔礼道歉的时候 大夫人也不想把这件事告诉大老爷 大老爷很护短的 要是他知道圆域叶如此不敬大夫人 只怕圆域叶以后难以在朝中行走了 圆域叶还是顾山芝的丈夫 顾家的女婿 大夫人也想给她留点后路 毕竟顾山芝还要在圆家生活 顾山芝似乎很偏向圆家 圆太太一整日也在家里等着儿子媳妇回来 结果儿子先回来了 她进门就满面怒气 她将大夫人说的话告诉了圆太太 又说 她还说顾家会保密 这是已经想好了的 当时就说得罪 然后走了 圆太太大惊失色道 你先走了 没等山芝 圆域叶点点头 她着实气坏了 一路迟马到家 现在情绪已经平复了不少 哎呀 你怎能把山芝留在顾家呢 圆太太急道 你心事里大夫人已经是一桩错 把自己媳妇丢在娘家 又是另一桩错 你今日是怎么了 娘 圆域也不满得大 娘 咱们是求着顾家提醒 可咱们也不是没本事的 才结亲一年多 你往顾家贴了多少钱 他们家心里是有数的 我也中了进士 咱们何必非要矮人一头呢 哎呀 糊涂啊 圆太太的 你呀 性格太急躁了 旁的先都别说了 快去接山芝 万一顾大夫人不让山芝回来 这件事就难收拾了呀 圆域也不情不愿的 却也不敢不听母亲的话 转事去了 她刚刚出大门 顾山芝就回来了 她一脸的泪痕 圆域也忙赢了她 给她赔礼的 我走的桌十极了 不该丢下你不管的 这不 我正要去接你呢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顾山芝以路上的担心和忐忑 都化为乌有 她不顾在大门口 紧紧攥住了丈夫的衣袖 呜呜地哭了起来 相哥 你瞎坏我了 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 又跟了回去 让圆域也心里 对她又增添了几分好感 她挟着直顾哭的顾山芝 回了自己的院子 洗了把脸 顾山芝仍是哭个不停 她心里酸得厉害 圆域也值得搂住了她 丫鬟们纷纷躲了出去 袁太太也派人去打听 知道顾山芝已经回来了 心里的一块重石落地了 她想了想 赶紧换了身衣裳 去顾家赔罪 大夫人借口家里事物多 明日又是明洁的满院里 就没有见袁太太 袁太太知道 这是生气了 次日明洁满院 袁太太又送了份重礼 还塞了个盒包 里面都是一千两票头的银票 足足二十张 把林曼金又吓了一跳 大夫人接了回来 想了想 叫了自己的管事妈妈 亲自送到了袁家 说是袁太太昨日落下的东西 袁太太后背就有了点冷汗 她知道 大夫人这回不再那么好说话了 明洁的满院里结束之后 又到了过年 袁太太心情却很纯重 她是不会让袁玉叶被顾家做见的 又不敢得罪顾家 两头为难 到了第三天 她值得带着袁玉叶 去顾家给大夫人赔罪 这回大夫人终于见了他们母子 袁玉叶跪下给大夫人磕头道 前任小婿鲁莽 被鬼迷了心窍 做出糊涂事 冲撞了大伯母 求大伯母大人大量 不要和小婿一般见识 大夫人便道 起来吧 然后就不再和袁玉叶说话 只和袁太太道 你们家的家务事 自然轮不到我来管的 也是我活该 不该说了那样的话 惹了玉叶 我今日也讨亲家太太一个意思 山姐的事 亲家太太是如何打算的 袁太太来之前 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她硬着头皮道 我心里有了个主意 也想讨您一个世家 世家自然是不敢 亲家太太请说 大夫人道 我是想在御业房里 放个通房的丫头 将来若说生了数长子 就母子都不留 若说生了女儿 就将姑娘交给山枝照看 通房打发出去 袁太太道 大夫人猛然看着她 袁太太捶了头 生了数长子 要把孩子弄了 只为三房的长子是嫡出 这样做的确是够诚心 也够狠心的 只怕现在这样说 等孩子出生了 有了病故的 谁家舍得把男顶给作件了 那是索林音德的 虽然对顾山枝很有利 可大夫人也听出了 其中的不靠谱 袁玉叶却没有说 任何反对的话 大夫人心里肃然发寒 怎么从前感觉 原家母子人畜无害 到了今天 大夫人才觉得 他们并没有自己想得 那么有善心 毕业